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饿 先饿 Yo yo what up 大家好我是Fashion Boy 你们想念我叻 我刚刚从香港回来 就我整个人 哎哟哎哟 臭了很多的吧 这个帅到不要不要了叻 但是这个 不是香港买的 这是台湾买的 其实这一集是一个久违的 开箱门 但其实我去台湾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 shopping challenge 只是我还没有时间剪 然后我就跑去香港 Anyway 我觉得香港这一集的开箱 我更加值得 先做给你们看 是因为 大家看了标题 都知道今天我要教你们用 很便宜的价钱 几乎是吃一餐饭 都用掉了的钱 来嘛 是说到不要不要的潮污 这一次我去香港 刚刚好就给我撞到这个机会 所以 我就今天做给你看 首先 你需要买 没错 就是 杂质了 我跟你讲也比较小看这些杂质 这个杂质一买了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看到吗 是正版的 那其实这一次我在香港 总共买了五样东西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 刷到不要不要的 卡巴腰包啦 那现在的杂质是这样子的 你们去书局就可以看得到 它里面会是送什么的 这种东西是日本的一个文化 杂质跟书的结合 在附送这个单品 它是叫做 MOK MOK 这个其实是日本人的一个文化 所以他们常常都会跟这些 茶榴杂质 合作 我第一次拍开销 露山的事 anyway 我的淘宝也刚刚到了 就顺便做淘宝开箱 假设这个卡巴腰包呢 我买还有一些全自 因为它有这个小细节的配色 我觉得它这个蓝颜 真的配得很美 然后它的形状是属于比较方形的 它的这个 袋子是大的 我觉得大得比小让我看 它里面呢 是蛮宽阔的 我本身觉得腰包是2017到2018年 最丑的fashion之一 我不明白这种水为什么红 我除了喜欢 Gucci的那个 腰包 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形 而且整个东西好看很多 之外 我 嗯 不喜欢腰包 所以没有什么看我带腰包的 讲真的 就好像我讲的 撑得及就全自龙 撑不及就大耳龙的包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 拿着那种小个的 一片这样子的 四方长方形的那种 那种我还觉得还不错一下 那种两条袋 就很minimalist的感觉 其他人就谋搞我了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我是一个mastermind的粉丝 但是我买不起 但是我成功买到一个 非常美 质感不错 里面的配色也很美 又宽阔 这个东西也是买杂质送回来的 然后当年我还买了一个 可以折起来变成一个小包包的 Babe的 backpack 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 听说12月29号 Babe 会再出一个e-moke 然后里面会送一个腰包 但是它的shape有点像Gucci的那一个 下面是比较一个笑脸这样的形状的 它的表层呢 是好像Prada的那个钱包的花纹 然后它整个东西是PVC的 所以它是皮的感觉 然后有光泽的 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买 那我就不知道哪里可以买的到啦 应该是在Babe的网站 或者是他们自家的店 那至于这种杂质 你在本地的话 应该是要去到Kinopunia 才可以买的到 在台湾就很容易找啦 成品书店就有啦 香港的话应该不难找到的 我是在机场的那家 是叫中华书居是吗 一直唱不起 第一个最开心的是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Vintage的Mickey Mouse 还是有尾巴的 然后它里面非常有心思 因为它还有给我给你一个小盖口 可以放你的电话进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适合男生 比较适合女生 然后我觉得你要送给Vivian 因为我觉得它很适合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logo 另外一个我很开心的就是这个啦 这是一个旅行Pouch 它非常的好用 可以给你放你的passport 你的钱 然后它非常贴心 它在后面这个带口这边呢 它有一个多出来的位置 空间 让你的硬币放进去 不会在这边弄到有痕迹 然后它是来自伊斯坦的 最后一个 我们还要非常开心的 就是这个啦 请请请 这是一个钱包 它整个东西的外观是很美的 内观也是很美 它的logo呢 是一个马蹄的形状 像这种便宜的东西 就不预期它有多好的质量 但是看起来是贵的 就像之前你们在我的IG 东太问我的钱包 是哪里买的 很美想买的 其实我是在淘宝买的 60人民币还是 我忘记了 它也是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它这边落了一个钉 好 现在我们来开我们的淘宝 那这次呢 我就没有买很多东西 我只是买了三项东西 第一个就是来自这个 Bankboy的格子衬衫 它后面有点设计这样 不懂为什么有一个Bankboy的logo在这边 然后有一个judge的字 其实买淘宝的衣服 要很小心 因为他们的英文整天出错了 因为他们都是抄其他品牌的 所以他们又不要抄得太像的话 他们就会换一个英文字 然后就随便随便换 就变了很多消化出来的 在镜头看很亮很好看 但是其实我这边看 它颜色是不是很美的 我相信这个洗两次就会脱舌 而且它讲Oversize 都没有Oversize到 其实Oversize 不是单纯的大肩 而是它的肩膀要弱 肩才好看 这个是fit size 而且稍微有点短 MMM Studio 所以出格子城台 应该会在1月的第1 或者第2个礼拜出 是新年你们可以买来穿 因为它是红色的 然后它是日本进口的布 下一个我们有来自这个 什么牌啊 这个是CJE的西装裤 它是一个九分西装裤 但是看起来很搭件 这个完全可以当喇叭裤来穿吧 其实淘宝最大买的是裤子 整天买都给它中片了 就是我一直想买很久 犹豫不绝 结果我还是买了的 嗯 唉 后悔来不及了了吧 其实它整个的cutting 都不是很好 不足够谁有人在买夹 绣穿起来好像好看 结果我买回来 我觉得它的形状太过释放了 而且刚才我买的裤子 也是不是很可以 你看它是这样长 WTF 各位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一下 看个办事 看点赞下我什么 也订阅我的page follow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哦 忘记了 我还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 记得这个卧室的鞋子 超可爱的 啊啊 我不咬了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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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